快快见到你 没有想见到你的感觉 快快见到你呀 快快见到你 等上日光烟 跳往 等上日光烟 灯 这个字一定要稳住 不要等上就随意出来了 在我们唱歌当中 每一个开口 要唱乐剧的时候 一定是 做好提前准备的状态起来 灯这个字 预母恩念到底 灯 灯 灯 要稳 然后上呢 上是个安的预母 等上容易散 安的预母容易散 所以说我们不要 上就散出来 怎么样把它控制住 上靠欧的一点点 等上 对吧 不要给的 等上 太满 安的预母 靠欧 等上 去拉住它 收收住它 然后在上的位置上去保持日光烟 等上日光烟 对吧 就保持住这个状态 位置一直推送气息推送就行了 还是要夸张的口腔变化啊 因为口腔变化是直接影响到你咬字的文字的一个气质 等上日光烟 也容易散 颜这个字呢 颜 也容易散出来 去推成 预母没有找对 去推散出来了 颜 它的预母是 安的预母 等上日光 颜 颜 颜 安 安 找到安的预母 颜 快速到安的位置上 那么 安这个字也是一个开口音 它也是容易散掉的 所以说我们安那时候靠凹 或者是 哎的一个偏向湿度一点 那么这一句的一个预母 我们就搞清楚了 预母的位置我们就搞清楚了 然后 去 多用嘴唇 夸张的口腔 再加上 控制 一定要压缩音量 夸张的身体姿态 夸张的口腔 把状态提起来 等上日光烟 天亮 呜 那 呜 夸张的口腔 呜 收缩的音量 歌唱当中 所有的音量都是控制的 收缩的 不要 眼眺望 给它太满 那么它的一个情绪气质 就会已经流失掉了 好的 那么我们听下一句 这一句的话基本上也是重点讲一下云海苍苍 这个海字 先找韵母 海字是一个哀的韵母 哀的韵母我们第一反应就是一个开口音 开口音容易怎么样 容易散掉 所以说我们在海读的时候一定要是靠欧一点点偏向 指尖云海 海 这个偏向我可能示范的会比较夸张 会让大家听懂 所以说我会过分一点 当然在实际上能不要过分啊 指尖云海 苍苍 好 海字 哀 打开以后靠凹 收着唱 不要 海 而是什么呀 反观的往下拉 指尖云海 往下拉 海 这个方向去拉 要不然的话声音就喊出来了 然后苍苍的 苍苍这两个字也是一个开口音 苍苍 就容易唱成这样 保持位置 口腔变化就行了 位置不要变 指尖云海 苍苍 你看 啊 位置不变 口腔变 苍苍 然后Uncle All 收一点啊 苍苍 就全部 没有控制的全散出来了 那么连起来这一句就是 指尖云海 苍苍 苍 用力的拽住它 我们听下一句 我渴望 我渴望 有没有觉得 我们在听演唱的时候能听出来一个人的面目表情的 我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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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能听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不仅声音做好 面目表情也要做好 我渴望 首先嘴唇没动 面部没有表情 然后声音是很直观的 我渴望 全部给出来了 我们去夸张你的口腔 夸张你的嘴唇 用表情 身体姿态 我渴望 这才是有渴望的感觉嘛 对不对 这才是有渴望的感觉啊 我渴望 我渴望 这才是有渴望的感觉啊 所以说 夸张的口腔 夸张的姿态 去用力的唱轻一点 它的音量 我们听下一句 快快见到你 快快见到你 快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没有想见到你的感觉 快快见到你呀 快快见到你 夸张的嘴唇 夸张的口腔 这是一种唱歌意识啊 用力的念清楚这些字音 快快快见到你 快快见到你 对不对